然後 這個 導引轉到 如果都OK的話就導引到 Logging.thp 然後這邊有 有這個 密碼提示 密碼提示提出來 密碼提示的頁面 長得像這個樣子 密碼提示的 answer叫對了 你的post answer 跟我存的資料庫裡面的 session裡面 剛剛前面那個是從session 從資料庫裡面抓出來的密碼提示 密碼提示答案的 一不一樣 你使用者輸入的answer 跟我剛剛從資料庫裡面 抓出來的answer是一不一樣 一樣的話就過了 然後 然後 然後要更新 更新什麼 更新這個密碼 新密碼用md file 然後new pass 在quot完以後呢 去加入 update這個密碼的欄位 再加入 那如果是錯誤的話 就錯誤訊息 那 更新成功以後還要再做一件什麼事情呢 要把 然後session裡面的username 然後呢 session裡面的email 就你剛剛使用者傳進來的這個 然後呢 用reset 這個reset是我們那個mios裡面的一個參數 對 然後session destroy 這個45行這個蠻重要 session destroy 因為這裡傳遞的時候有傳遞到什麼提示 資源啊 有傳遞重要的這些訊息 這個session我不希望它存太久 所以這個東西做完以後呢 session 是結束的 session是在剛剛那個程式裡面產生的 然後在我這個程式裡面 session裡面 把這個 這個session delete掉 destroy掉 那 那 那就寄出去了 流記失敗 就是失敗的訊息 那這個是HML的部分 HML就叫它輸入 那個 密碼提示的那個 第一次進入網頁 如果答案不對 那就輸入這個 答案 這個 這個是輸出提示問題 promise提示問題 那answer就是要輸入 那執行結果就是 一樣 就把這兩個連結起來了 使用者 會員 郵件 然後轉到reset裡面 然後呢 輸入這個提示答案 然後呢 再送出 然後就把E-mail送到你的這個 電子郵件信箱 把新密碼收到的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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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動作可能的 各種動作可能的 基本上是考慮的算是完善了 該有的都有了 忘記密碼 新的會員註冊登錄 驗證 然後加新的使用者 或刪除使用者 等等等等 這個在 基本上 該有的這個會員管理的功能 很像都有了 那可是真正的管理 管理者他希望有一個什麼呢 他不只是一個 當作一般會員來用 他就是管理自己的網 自己這個會員而已 還有要管理所有的會員 所以管理者他有一些功能 是一般會員所沒有的 那管理的功能 而且可以 我早上也提過 可以無限的延伸 可以一直延伸下去 但一般來講 最基本的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沒有的 是檢視所有會員的帳號 還有重慶認證信 認證信 使用者說我沒收到 或者被送到垃圾去 我沒收到 然後變更會員等級 Row 或是Bank 就是這個禁止帳號登錄 我把這個帳號給停用 就禁止他停用 Bank 然後取消或禁止 就Bank 移除把帳號刪除 這個是一般使用者 他這個沒有的這個功能 那這些東西呢 同樣把包裝成一個程式 然後用 用一個網頁做 就可以全部做到 一般來的都是一個網頁做的 那就是仿照PH admin的這個介面 用GET的方式 就是這樣所有參數加到URL的後面 然後這個 用下拉式選單來做 就像這個樣子 通常你看到的 差不多的 系統的後台管理介面 也都是 就跟PHP admin很像 一般來講都是類似的這個介面 像我們在用珠寶的時候 或什麼 大概背後單都是這種介面 使用者管理的時候 都是類似這種介面 那他他會有名稱 Email 有會員清單裡面 啟動狀態 那這邊呢 RAW RAW裡面等級呢就是 用一個下拉式選單 要幫他調整 就在這裡 0123 那當然就要更新資料庫了 然後變更的時候 變更就用這裡調整 這個是呈現的 變更就變更了以後 把它調整 然後呢 他有沒有被ban 有沒有被停用 然後在啟用狀態這裡面 有沒有被啟動過 啟動了以後呢 那如果沒有被啟動 我還可以重計這個認證性 重量再記一次認證性 在功能擺在這裡 所以你這裡等於一個頁面 把這個所有的管理功能 通通擺在這裡 然後針對每一個使用者 所以這是很方便的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使用者多的話 你這裡要加上什麼 加上分頁功能 然後 之類的 就這個 那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一個 把基本的這個管理的東西 就集中在這裡 這樣分頁的東西 別人看 怎麼講 一般來講 老闆他不會看的 管理人才會看的 如果你看你的最後驗收 是跟誰驗收 如果驗收是給管理人員驗收的話 他一定要看 這個最後 如果你是給這個 使用者來驗收 或者老闆拿 他OK 這樣就可以 管理他不太care 這個 你這邊做得多好 這個 這個 誰在誰驗的時候 差異蠻大的 這個 應該要做就是了 你不能夠假設他就是 十個使用者 或者這個 OK 然後 當然現在 很多這些東西 它都已經變成套件了 你也不用做了 很多時候 還是變成一個介面 做事 我們現在還是用程式做 那這一類東西 有很多也都變成套件 現在我們要寫這個程式 對 寫這個程式 呃 管理的程式 當然就是把這些 該include進來 然後 要驗證 一定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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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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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套 一定要 star 那 看有沒有登錄 登錄一定是 check out 之後 一定是要 admin 一定要是這個 那權限有沒有 get out data 一定要是管理員的這個 你check out 一定要 你現在這個 我們到管理界面 所以一定要是管理員的這個 呃 角色 才能夠做 然後 login 那然後 然後就管理頁面要呈現 然後 所有的管理動作呢 他都有一個op的參數 op 也就是 剛剛前面這些 好像要刪除啊 要 行用啊 這些 這就是operator 所以我把它編碼 所以多了一個這個op的參數 那op 是remove get的那個 也就是說 你click的那個東西 你get環過去的那個operator的參數 就會是什麼 op是等於 等於刪除 op等於刪除user op等於什麼東西 這我們用get這來傳的op參數 那已經 移除使用者了 那就get username 那然後 要重記也可以 所以有幾個 remove 就是remove user resend 就是重新再activate 這到資料庫 呃 從認證 從進認證信呢 還要在 在這個 這個 要activate code 要再一次 然後資料庫裡面去 呃 去做query 好 然後再 再能寄這個 呃 code 那 再sendmail 這個 再重記認證信 所以這個 就跟剛剛寄認證信 一樣的東西 再copy一次 那即使我們把這個程式模組化了 你會發覺這裡面很多動作 還是一直在重複 那寄信這個事情 那沒這個 很多東西還是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再做 在管理頁面裡面 就還是要再做一次 那其他的狀況 其他狀況 會有什麼 會有停用 停用的話就是 把這個 呃 這個ban的那一個 那個欄位 好 射成true 就是17號這ban射成true 如果恢復使用呢 把ban呢變成false 好